吴小波的那个文章啊 我今天去把它找出来看了 他讲的标题就是我们这是怎么了 其实我觉得这几张图蛮有意思的 就是你也懂的呀 国内的这种写文章的人 有的时候呢还是比较泪歇 其实他在文章里面那几张图表 我在其他的平台上面也看到过 但是呢我没把它联系在一起 就是什么这里面就包括了一个 就是关于中美新增独角兽数量的对比图 我没想到到2020年 到2021年美国有132家 而中国只有区区三家 另外一张图是中国科技与互联网公司 市值两年发生的变化 这个我倒是知道的 因为之前一直扫刀费费的 有很多的这个对比 就是说到了去年为止 把44家中国的科技和互联网上市公司的市值 加在一起 跟苹果一家相比仍然差了1.25万亿美元 但是我是认为啊 这里面就有几个问题在里面 首先为什么之前说白了 我觉得我很幸运啊 我2006 070 对差不多这个时候开始做 特别是从海外回来的这些创业者 给他们做创业服务 看到过很多很多的公司 我也记得最左奥总光 老子帮我港奥总光 阿拉举港 英奥总光如果是一个什么电子商务的创业 这个商业计划就到我手上 基本上就是枪毙的 我是不可能把我们孵化器的资源拿出来给他的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什么 蓝城专门做户外用品的这些东西的 然后呢反过来呢 再是什么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创业东西 有很多都是说 哎呀这个是美国版的 比如说Foursquares 或者这是美国版的什么什么 哎 中国自己原创的东西在哪里呢 那那个时候的一个增长率 和现在比起来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 就那个时候 无极的 无极的跟总光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建国 2009年吧 建国是60周年 我不是安排了一堆人去天安门广场 接受那个当时那个我们 胡锦涛总书记的那个亲切接待嘛 那这个事情我影响了罗森啊来 哎当时去的这些 不管是已经在中国落户创业了 还是没有 甚至于从美国特地赶回来的 你还记得吧 那个一个生物学家 特地从美国赶回来的 都让他们去了 然后他们的这些项目里面 绝大多数都上市了 而且我还记得罗庆桑 当时特地安排了五平 展讯时期那个时候已经上市了 还有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些 就是芯片企业 还是当时还是以芯片科技啊 就算是以芯片设计 这个方面的这种为主 也是很多的 而不是现在 内容方面的创业 你说到内容创业 吴小波 吴小波的那个 激荡30年我是看过的 大概我就看了上本 因为 那么我不讲吴小波 我昨天看那个十三腰 就是许志远对话 帕比江 他上来就是那句话 就是2015年2016年 也就是帕比江刚刚火 短视频创作刚刚起来的时候 他说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特别有感触 你现在在去看帕比江 他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我当然每周都能够看到 他在YouTube上面发的 这个短这个数评的 类似于像抖音这里面的一些 小品 但是他平时在干嘛 我觉得他平时还是在做编剧 可能还是在做他老本行 但是呢 他可能会做更多的 反正他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嘛 那么好 那么现在这些短视频平台 到底在做什么 讲到吴小波 那不得不讲那个罗振宇 他们都是做知识付费的 之前我跟你讲过的 得到APP 我在使用了四年 我在三个月之前 把他给卸掉了 因为这里面我觉得什么碎片化的这种学习啊 包括这种知识分享 我得花很多的钱去看这种知识分享 而且这些知识分享里面 大段大段的说教 我觉得已经不适合现在了 你知道我一直是不喜欢独角兽的三个字的 是 美国人创造了这三个字 但是中国人就一定要学嘛 对吧 我们自己在国内也是做创业服务的 在美国也是做创业服务的 其实整个商业环境 创业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制造业探户 美国很明显的制造业空心化 或者是某些层面的制造业空心化 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世界制造业探户 我一定要去在那些所谓的科技领域和独角兽领域 去跟他们拼吗 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吧 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不是 大家可能都觉得科技行业怎么怎么样 我们不要芯片被卡脖子 那我问一句 人要穿衣服吧 人要穿衣服吧 如果假设 真的是假设 全世界穿的衣服全都是中国生产的 那我们也可以掐全世界的脖子 我真没有必要 我真不觉得有必要 每一个赛道都要去跟别人去抢 这是做生意的一个角度 宏观的 我们再说很微观的 中国有14亿人 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去做高科技行业 不可能去做科技行业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餐饮服务业 贸易争执事业 甚至于小到一根吸管 小到一根勺子 我们做到最好呢 知识付费 其实在我看来 知识付费也是一个赛道 也是一个行业 包括你说YouTube上面的那些做短视频 也是个行业 我问过你 为什么参考从我主观的角度来讲 泰国甚至于中国大陆的很多的这些做短视频 他们出来的视频质量 会高于在美国的华人做的那些视频内容 因为我说了 因为美国不管是华人还是本地人 或者说其他族裔的 但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的 是不会来做你这些短视频的 那么一样的一样的问题 一个市场有新盛期 也有衰落期 那么现在很明显 按照大家的感觉 整个知识付费 它就是在走下坡路 我们不讲政治 不讲是不是现在言论环境越来越紧 所有的行业都会有高潮 都会有低谷 就和餐饮一样的 如果你要去餐饮这个例子 所有的餐饮店 四年到六年它一定要轮换 它如果不找出一个新的一个卖店 那么这个这家店 它就会被淘汰掉 餐饮要做百年老天 太难太难了 那么一样 任何行业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不觉得这一件事情 就是知识付费走下坡路 是整个大环境的一个体现 我不这么片面地认为 我不是完全不这么看 一定会有新兴行业出来 替代一些老的赛道 如果作为一个聪明人 或者作为一个商人 那我就是今天这个可以做 我就做这个 明天那个可以做 我就做那个 我死守着自己的赛道 那只有死路一条 那这是从一个奸商 从一个小生意人的角度来讲 这个问题 我试图cue一下你的这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关于 为什么中国一定要做互联网 或者是科技 其实它可以做制造业 制造业分很多 我们之前也讲过的 什么衣食住行里面的 任何一样东西 其实都是的 小到哪个一条拉链 大到可能钢筋水泥 这些都是制造业 对不对 是不是 你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OK 那好 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 比如说 特斯拉 我不说不说特斯拉 我们如果说中国 电动汽车的一个制造流水线 这个算是制造业吧 算 OK 那么 电动汽车在 开设一条流水线 这件事情 应该来讲 这个各个区 应该这件事情 还都能做 我们先不说 那个商下有产业链 我们也不说 那个港口 这种出口 或者是服务商 这些我们都不说 但是光电动汽车 目前这也被 国际上面评为 所谓的独角兽 所以首先 我认为独角兽 这个概念 不是针对于 科技型企业 或者说是互联网企业的 它也有制造企业的 这个观点 我不知道你认可吧 我只是不喜欢 独角兽这个称呼 我觉得 我个人是不喜欢 造新词的一个人 阳光下没有新鲜事 我先不说独角兽这个词 我们现在就说科技 就说制造业 其实现在很多制造业 也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创新 吴小波的这篇文章里面 他讲了一个问题 他说去年12月 他去参加一个上海的 一个什么闭门研讨会 与会的40多人 都是互联网公司的CTO 或者是技术部主管 我们先把这个互联网公司 先除去 他做完演讲之后 有一个Q&A的问答环节 一个大厂的CTO 就提了一个问题 说我们都是搞技术开发的 现在谁能告诉我们 哪一类产品创新 是不涉及到垄断的 那当然 马农和直男 问出来的这些问题 我们就不去揪他的 这个逻辑性和 这个这件事情的 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 我只想说的是 其实 不管是知识付费 还是说现在的 整个的一个 中国的这个 创业也好 或者是 商业环境也好 的确是 没有创新 你就算是 做衣服 做拉链 也是里面要有创新的 否则难道 你就去做原来的 回力牌 回力牌也要创新 它才能生存下去 你这个市场在变啊 你今天也告诉我 Morovia开了很多的 阿查店 这些东西是随着 时代的变化 环境的变化 不断的要变化的 不能没守成规啊 那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你说知识付费 我没有想说 知识付费这件事情 它是不是在走下坡路 这个赛道的问题 我不是想谈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 刚才那个问题 创新 四年多前 或者是五年多前 我们也会听 罗胖那个语音六十秒 当时我相信 你我也坚持了一段时间 早上听听看 这个胖子都在那边 刀壁刀 说什么东西 这件事情他还在做吗 他还在做 这个时候 你就不回去天了 没必要了 倒不是想说 他坚持坐下 其实是死磕自己的 这个精神不对 而是说 这种方式 方法 在我看来 要有一定的改变了 我们再教lden 这个当然 这身云 的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